突发,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突发心脏病逝世,享年68岁。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、十八届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,近日在上海休息。 2023年10月26日因突发心脏病,经全力抢救无效,于10月27日零时时分,在上海逝世,享年68岁。 复告后发 李克强升平 1974-1976年,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知青。 1976-1978年,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。 1978-1982年,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,校学生会负责人。 1982-1983年,北京大学团委书记,共青团中央常委。 1983-1983年,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。 1983-1985年,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。 1985-1993年,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年副主席,期间,1991年9月至1991年11月,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。 1993-1998年,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。 1988-1994年,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,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。 1998-1999年,河南省委副书记,代省长。 1999-2002年,河南省委副书记,省长。 2002-2003年,河南省委书记,省长。 2003-2004年,河南省委书记,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。 2004-2005年,姚宁省委书记。 2005-2007年,姚宁省委书记,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。 2007-2008年,中央政治局常委。 2008-2013年,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、党组副书记。 2013-2023年,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、党组书记。 2023年10月27日零时时分,在上海逝世,享年68岁。 前中国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。 中国官方当地时间周五,10月27日宣布, 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世,享年68岁。 中国官媒说,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, 10月26日因突发心脏病,经权力抢救无效, 于10月27日零时时分,在上海逝世。 正式的复告后,将随后发表。 李克强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, 成为仅次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, 排名第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, 并在第二年成为总理。 当时曾有习理体制的说法。 但实际上,习近平赌长大权, 并在2018年修改宪法, 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。 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, 习近平实现了党的总书记的三连任, 随后在2023年实现国家主席三连任, 而李克强则在任职两届之后, 于去年中共二十大上卸去了党的领导职务, 并在今年三月卸去总理职务。 李克强毕业于北京大学, 毕业后留校在共青团委工作, 后来进入共青团中央。 他被认为是团派人士, 而且擅长经济工作, 支持更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, 但是他最终屈从于习近平强调, 共产党控制的立场。 2022年3月11日, 李克强在一次记者会上说,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, 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。 长江、黄河不会倒流。 今年2月, 即将卸任的李克强在会晤时任联大主席, 匈牙利外交官乔巴, 科勒西·超巴·科罗西时又说,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, 中国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, 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。 李克强在2020年一次记者会上的一番话, 也成为他的名言。 他说, 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。 这番话引发了有关中国的贫困 以及贫富不均问题的辩论。 在网络流传的一段, 李克强在卸任总理前 对国务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告别讲话视频中, 他说, 人在干, 天在看, 苍天有眼。 这段话也不静而走。 李克强的原意似乎是指当时阳光明媚, 仿佛是苍天在奖励他手下的工作人员, 然而网友们纷纷说, 这是在影射习近平。